蜡染是一门传统的纺织映然手艺 在我国蜡染一般上都叫做巴迪 这是马来同胞代代相传的一门传统手艺 我国的巴迪大致上以缤纷的色彩 大方的图纹和多变的设计文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 巴迪部的制作工艺也有了机械化的进程 如今的手工巴迪工匠已经不多 像陈美侠这样投身巴迪创作的华裔 更是少之又少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开办了巴迪工作坊 让民众也可以动手绘枝巴迪作 现年41岁的陈美侠 从小就喜欢画画 在众多种类的画 他特别钟情于巴迪这个 在布上作画的技术 因为绘画的成果 总是给他带来无限的惊喜 很多东西好像你画水彩画对对 你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我 因为它不会走样的 蜡懒不一样我 蜡就是好像你讲这些东西对对 你硬了之后 它的裂痕 它的种种的颜色出来 当你在把蜡除掉的时候 它会出现不同的东西 所以它的效果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就是很期待这个做蜡懒到最后 把蜡除掉之后 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念这个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在马来西亚艺术协议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蜡懒的一个颗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每天都很喜欢做我的东西 就是画蜡懒 所以就画了之后 我就放下去网站那边 就是纯粹只是你想要跟人家分享 后来大专毕业的时候 恰巧碰上前首相 敦阿多拉巴达威的已故夫人 敦恩敦马莫大力推广 巴迪手艺的时期 她上载到网上的巴迪作品 很快就引起了关注 而这一契机也让她顺势地 将这门兴趣转为事业 如今她的巴迪创作 主要围绕在日常用品 在她看来 巴迪需要走进生活 才能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所以我们要了解 社会的需要 顾客的需要 生活上的需要 才去做那个东西 因为一个巴迪 它要能穿的 能用的 如果你把它框起来 它会成为一个艺术品 但是一个艺术品 你的屋子顶多 不是只是一副两副 但是如果我们要 那个人是天天要穿的话 好像一件蜡蓝的衣服 跟男生的衬衣的话 那你是要看顾客 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那我们才为他画 陈美霞意识到 能够让巴迪走进生活的 另一种方式 就是开办工作坊 让普罗大众 也能够亲身体验 巴迪的制作过程 不过他也坦诚 开办授课 并不是他从事 巴迪艺术的初衷 工作坊的开设 其实是受到一位朋友的启发 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做创作品的 就是做产品的 其实之后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间蜡蓝的厂 在巴迪艺术那边 一风洞 他做了50多年了 他不小心中了癌症 然后他来找我是因为他说 你不要把我的厂买过来 因为他们厂里面 是跟旅游业配合的 我说我不是卖土产店的 他说那不用紧你可以 我就想想想 那我就做这个体验课也是可以 因为旅行的人 也是需要体验的 我就说那我就做体验 所以我的体验课里面 有20多种不同的配套 有做T恤 有做包包的 有做桌巾 什么都有 尽管陈美霞的巴迪工作坊 以华语教学而闻名 他的工作坊 依旧吸引不少非华人 前来参与 文字工作者 Ameru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 巴迪工作坊 这一次他参加的目的 就是给妻子 制作一件围巾 作为开斋节的礼物 尤其中之一 尤其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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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